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今天直播一樣大家都有問題 大家一一為大家做回答 那我們就一樣先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那一樣開始之前記得幫海豚YouTube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出去給你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范振宏 喇叭忘了關了 好 我們就看一下大盤吧 好 那大盤今天大家都知道啦 就跟標題一樣 今天是個垃圾盤啦 忘惡的垃圾盤 其實之前海豚都有講過 就這個盤後續啊 要漲的話可能就是漲全值 指數漲的話漲全值 然後指數不動的話呢 中小才有機會 那其實今天早盤開盤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指數大概是比較不會動嘛 那量也還有大概3300 3400 那我其實還蠻覺得還不錯啦 就這個量跟這個震盪幅度 欸中小有機會動喔 那果不其然 海豚范振宏手上的股票有動 有往上動的 也有往下動的啦 那當然後來就看到台積電 聯電 世界先進 中鋼這些就 主拉全值啦 就去帶動指數 那其實今天如果扣掉 加全值如果扣掉台積電的漲幅 大概是跌100多點 114點 那如果再扣聯電跟 中鋼的話不知道跌多少 所以看到今天其實 從早盤開始雖然指數是紅的 但是漲跌加速啊 一直差距大概200多加 但是我記得是400多跟600多吧 400多跟700除 大概差200加 可是隨著這個盤是 全值拉上去後來摔下來之後呢 反黑的股票就更多了喔 所以就整個 就變成 差距就變成這樣 230加漲 813加跌 那貴買早盤又有一樣的狀況喔 貴買早盤也是紅的嘛 指數那個漲跌加速差也大概是100多加 還不到200加 可是呢也是隨著這個翻黑 也是整個擴大 所以短線感覺好像 這週有一個不好的開始 那我是覺得 也不用過度擔心啦 因為 的確是有些個股開始 比如說像 上禮拜有講到TTDI 就這禮拜都開始破線了 那航運呢 季線也開始上來了對不對 所以壓力也開始出現了 所以整理來說就 有點麻煩啦 有點麻煩 那整理來說 大盤啦 雖然說今天是一個 拉全值的盤 後來全值掉下來 可是今天量是沒有爆出來的 就是 大於月均量但是沒有大太多 所以你說今天出貨盤 其實也還好 以加全指數來講喔 聽清楚現在講的是加全指數 出貨盤是還好 月線也是開始要往下了 那大概最快的話 最快明天就翻養了 因為今天的價格是這個嘛 明天的新的價格只要不要低於17323的話 那基本上月線就會 轉 箭頭會往上 箭頭會往上 還是今天就已經往上了 今天箭頭就往上了 所以月線正式是 轉揚了啦 那後續呢會開始會加速會往上拉 所以轉線 月線的確是轉撐 其實現在 有一點點尷尬的就是什麼 月線轉撐之後 對指數來說是正向的 對指數來說是正向的 但是喔 其實 你有訂那個海純的筆記的話 其實裡面對大盤 其實都有提到 這個 月線會變成這個支撐啦 但是季線會有個問題 就是 接下來兩週 我送給你聽嘛 一天兩天三天 等一下 滑鼠怎麼自己按了一下呢 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等到八天後 就會扣到17500點之上 所以等於說八天後也大概就是下禮拜五啦 下禮拜四下禮拜五 會出現什麼狀況 如果指數在這八天裡面不攻擊的話 沒有去往外萬八賣進的話 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狀況就是什麼 指數可能在季線上整理 可是季線會開始往下彎 可是季線開始往下彎 所以我會把今天到下禮拜四禮拜五 季線扣到17500點之上 之前這段時間 視為 應該說視為多方的 比較算安全期啦 你要拉你要推就只能趁這個時候 要不然之後 季線上去 這個 指數沒跟上的話就麻煩 那這還只是加權的部分 這還只是加權的部分 那你要 更矛盾是什麼 如果拉全值的話 漲是全值股 那中小型可能繼續死 這個就更麻煩 所以接下來要講一個更麻煩的貴買指數 你會想說海豚不是說季線附近有守住就好嗎 今天也是守住啦 可是為什麼海豚還是說麻煩 你要注意看 加權這邊其實並沒有明確的大於月均量 月均量大概是3600億 那你今天3777億 其實也還好 沒有說多到非常多 又不是說4000億以上的大量 但是貴買呢 它的均量是816億 但是你要看這連續三天都是1000 這裡嘛 量在這裡 量在這裡 1000 1000 今天900 所以算是明確的大於月均量 而且是超過將近兩成 超過將近兩成 所以這算是明顯的量增 那你會看到 這邊是高檔連續4根密集 就是價格重複區間比較高的這個4K線 可是 量是大的 那這通常解釋成什麼 要嘛就是換手量 要嘛就是出貨量 這個大家都聽過海誠講過很多次了 然後另外有人說海豚 那這個是不是你常常說的杯柄形態 等一下我叫一下那個名字 都忘了把那個畫圖我叫出來 這是不是杯柄形態 有碗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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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碗啊 有碗啊 有餅啊 這樣說是杯柄形態 對 長相是杯柄形態 長相是 我聽清楚長相是 可是他的量 放大一點 他的量沒有說 杯柄的柄狀啊 量一定要說 量一定要說 所以這個 不能說是杯柄形狀 就是 長相像啦 但是他的 內在是不對的 內在是不對的 就像有些人 可能長得很帥 可是內心邪惡 這樣就 這種男生就 母湯啦 這種男生就母湯啦 所以大家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不能被視為是標準的杯柄形態 當然如果說他是量縮的話當然就好啊 可是問題是就不是量縮 那這個是短線量能 伴隨著不是換手量就是出貨量的疑慮 那當然啦 如果說 9月2號星期四這間高點 218.63 有收盤有站上的話當然就是 換手量 沒站上那就是繼續整理就比較麻煩 然後另外就是 再搭配剛剛講到的指數的問題啊 大盤問題啊 大盤接下來 8天要拉對不對 有順利攻擊上去 但是跪滿沒跟上的話 也是一個危險 也是一個危險 因為海豚之前有跟 如果你跟看海豚的比較久的話 特別是從2018年 那時候就有跟海豚的話 在2018年那一波的修正之前 10月那個中美貿易戰之前 其實那時候 我跟大家講到 就是 那時候 然後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個週限 可能會比較明顯一點 2018年這時候嘛 金融創高對不對 注意看這邊金融創高 2018年9月25號 9月25號這一週 那電子呢 電子呢 是沒創高的喔 9月25號 太小了 9月25號 在哪裡 在這邊 怎麼樣 很弱對不對 跟下數有點像 現在電子指數是怎樣 還在一樣在整理區間嗎 也還沒過高嘛 那時候非經電也是有過高 重點是什麼 貴買指數 2018年 9月25號 我看已經領先大落賽了 所以就等於說 不是說這一波電貴買會先落賽 而是說 你們要觀察到一個情況就是說 只數再往上走 可是很多股票是在破底破線的 那所以這時候 這個多頭呢 今天就存在很大的疑慮 就代表什麼 很多的全職股在做撐盤的動作 這個就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因為像這一波啊 像這個 2603陽明嘛 2603是長榮 目前呢 季線已經 推到這邊來了 所以這樣季線 往下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錯過了前面那一戰的反彈的時機 反彈時機 如果你有定海豚的周報的話 交易式筆記啦 應該都有看到海豚有拿去年的 熱印 去年的熱印跟恒大做例子 那恒大呢是有反彈成功的案例 反彈成功 季線嘛 把握住季線轉押之前 去做反彈 那失敗的案例就是這個 熱印 破了嘛 可是他沒有把握反彈的機會 就到這邊季線走平 彈上來撞反壓就下去了 那 整個長榮跟 陽明 其實就有一點點 走向這個熱印的一個狀況 大家其實後面有沒有 後續有沒有機會反彈 這個不好說 這個不好說 但是只能說 目前大概是比較確定他們是轉弱的 所以我真的你手上還有 所謂的貨櫃啊 我真是建議 建議 看是你要撐到反彈出 還是要 趕快出一出 因為這個後面有沒有反彈 是無法保證的 無法保證的 而且 對啊就 很麻煩啦 很麻煩啦 那只能提醒大家 多多留意這個風險部分 那大家聽海淳講這樣好像感覺是不是 接下來股市都不要碰了 也不是說不要碰啦 還是有股票在創新高的嘛 也還是有強勢股的嘛對不對 今天還是有股票收紅啦 只是只能說 從這個多空投加速來判別 就像海淳之前講的啊 這個 長線的部分 雖然是有轉弱 但他也還沒有正式的黃金交叉 短線有轉強 可是他比較屬於跌身反彈 去做一個攻擊 那可能從 跌身的 破季線破連線的反彈上來 好不容易站回季線了 那均線變成糾結狀態 所以空投加速就快速下縮 所以接下來最大的關鍵來是 他們可不可以黃金交叉 可不可以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的話還有機會啦 可是我覺得 這個機會 不能說沒有啦 我覺得 這個比較困難一點 畢竟 如果你有看吞骨拉麵最近的解說的話 什麼IC設計啊 這一塊啊 MOSFI 二極體這一塊都有被漲價的影響到 那其實這些其實影響蠻大的 那可能有人會關心中鋼啦 等一下我再一起回答好了 因為問題有人會有問到 那我們先來看問題吧 來套牢王問說 電動車趨勢大家都看好 但最近很多都修正到季線附近 例如同心電 同心電 在月線整理 請問現在到底要去買 在長均線附近的股票 還是買相對強勢月線上的股票 不管是長均線 這樣講好了 不管是季線附近整理 還是月線附近整理 還是正在創新高的 那重點都是什麼 它有沒有符合你的進場條件 那如果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的觀察股全部都在季線上 我只能再跟你講 那被我鎖定的目標的股票 基本上都在月線上 至少不會 就算破月線 月線也是 也是這個 持續的走陽的狀態 或者是說 接下來準備要走陽 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 沒辦法告訴你說 到底要怎麼買 而是說 給你一個方向 因為像有些人也是喜歡買回測季線的 因為季線畢竟是生命線嘛 季線如果破了就比較麻煩嘛對不對 如果萬一它又有轉壓風險就更麻煩嘛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同心店只能給你這樣的建議 來劉德華問說 順德 天王來啦 順德今天最高148 移住大漲加7%以上 但收盤收跟上影線 升跟天線 不過還在季線之上 請問季線附近138-140是不是一個很好介入機會 聽聲手8月19號 D點135 8月19 8月 8月19 哇 我會覺得 看一下 你說138-140是不是好介入機會我不敢講 我不能不能直接告訴你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在那邊介入 而是 不過你這邊介入風險相對小啦 就算你守昨天低點 星期五低點 這裡破了 季線也敗了嘛 季線也破了嘛 那月線這邊 扣下來要轉樣的機會也變小了嘛 所以我覺得 你要嘛直接守 左邊低 最近的結構點在這裡 137 可以嘛 這點沒有說破嘛 你就可以看 也可以看這裡也可以 如果要守這裡也是可以啦 差不多啊 這裡是135嘛 135也可以啦 大概都是同一個點位 就守這裡也可以啦 漢堡王問說 奇怪怎麼又有套牢王又有漢堡王 細緻才最近很強 這個 字緣 大量低點一直有守 後續有機會嗎 你這樣問很難打你 我只能告訴你有機會啊 就大量低點不要破就有機會啊 對啊 除了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他這邊量縮的還算不錯啦 可以更縮一點就更好 可以更縮一點就更好 好 雜碎高益 問說 怎麼會有人自己叫雜碎高益呢 好請問拉基盤該怎麼操作 是買已經跌生的等待資金輪動 還是等拉資金的 還是等拉基 拉台基的資金出來跑到哪個出現再去追 線上我最近都不太建議追價啦 除非說 所謂追價就是他大漲補量了 去追 你看這個6147 不愧是 不愧是海豚最討厭做的股票 看草不容易攻擊的有利多 開高走低追啊追死你 我跟你講 不要亂追好不好 乖 最近就是 能綁則綁 綁不住就小買 就一樣啊 資金使用比率不要太高啦 這裡不會多好做我跟你講 好來 欸欸 問題跑掉了 拉基盤怎麼操作 鍵上就是 我的原則還是一樣啦 展望好的股票 技術面符合條件的 你去做嘛 就至少說不要 去 買到TDDI這種展望已經出問題的 或是航運股 明年已經有狀況的 當然說你說技術面短線操作 就不用管展望 但是如果你說你是要做波段的話 尋求波段機會的話 那當然 這個 一些的基礎條件還是要有 你不能說因為盤勢改變了你就換一套新的方法 那新的方法還不是你熟悉的 這個是操作的大忌諱 為什麼 因為你不熟悉嘛 那你操作起來跟原來操作起來的這個 不能說手感啦 就是 那個習慣不太一樣 你常常會 就是會 內心會打架 除非說你 可以有辦法去 劃分出兩種不同的策略 否則我會覺得容易打架 容易亂操作 好 再來 等一下要跑掉了 好 出廠好難 問惠特 連續三天量說整理高煤過高低破低 是否出廠訊號 目前看起來它並沒有所謂的出貨量什麼東西啦 那目前比較關鍵的點 目前比較關鍵的點好像也沒有特別 對啊你說要大量的也做這一天啦那今天是破了 可是這感覺是量 它量真的沒到非常多 你可以看一下齁就是 你也沒有顯得成本 你看 這個不好說耶 因為如果以我的話 我下面買上來的話 這裡真的是沒什麼相對好的位置可以當出廠點 如果用時事線附近的話 可能守這個低點吧 如果說嚴格說的話 你要積極的 應該說積極的出廠法的話 因為這天是有量增的嘛 那這天低點被跌破了 我就代表這邊被短套 可是這個量又不到超級大齁 你說這邊套牢量的話也不太對 而且這邊整理的時間也不夠長 你說要形成一個小型的套牢區也不夠 這個不好判斷耶 可能就 改以均線來防守吧 比如說十字線 積極就看十字線 我是覺得惠特還要整理啦 因為我自己 好差點要說溜嘴了 我自己的交易筆記還是有在追蹤惠特啦 那我自己也是說這邊掌上來之後 就也不要特別去追 先觀察他整理的型態 先觀察他整理的型態 所以我這邊就是 等待他整理的型態 但是這邊真的不好抓出廠點 我可能用均線當輔助吧 不過你說出廠 出廠訊號這邊真的是沒有 你說KD他也快拉到動畫區了 那 他這邊也沒有說出個大量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沒有特別明確的出廠訊號 來佐藤問說請問2436尾全店回測多少可以買 好尾全店的部分 因為他連續兩天大量 我一樣我不能告訴你回測哪裡可以買 這個是忌諱 大家不要以後不要這樣問 不要這樣問 那 等著說連續兩天大量 我可以告訴你防守點就守83 45的話就守83 疊破的話兩天大量都被套牢 這跟匯特相比就很明顯嘛 很明顯的大幅的量增 明顯的高檔的K線 所以這裡破的話基本上收破 收破我就會走 那你可以用83 去當防守點然後去抓看你 覺得買在哪裡風險你是可以接受的 好海豚粉絲問說 海豚那你好 請問8054安股 好快看好高速傳輸展望 但最近似乎又被出貨啦 請問高傳輸只能買 創圍跟威風嗎 好第一個 創圍他主要好像不是 他這波掌好像 主要啦 應該說 題材是高速傳輸 可是他的 我記得 那時候看似說什麼 他好像主要不是受惠高速傳輸 因為他比例好像不高 忘記了 但是我確定喔 我有查資料有看到 佔比比較高的一個是威風電子 另外一個是普瑞KY 這兩個佔比比較高 一個好像八成一個好像五成 就是 創 67 啊沒有 威風電 6756 威風是大概接近七成的八成 營收佔比 然後普瑞KY是接近五成 所以他們兩個是比較明確是在高速傳輸明年會收回的 但是其他的就不確定 因為其他的看起來他的產品比重 高速傳輸的比例其實不高 其實不高 所以你說安國 有高速傳輸題材 但是他有沒有真的有這個東西 這個需要再去進一步確認 當然啦然後以 以這個威風跟普瑞來說都是超級高價股 所以你說要介入 看來要想買可能只能買零股啦 那不然就找找別的族群吧 只能這樣說 因為高價股雖然可以買零股但是 但是有時候他們的零股整股的流動性是差的 這個也要注意 買零股的時候要注意流動性 舊舊強茂問說 海神請問強茂目前看起來是不是不太妙 頭心開始結帳季線你今天也破了 成本107 設季線停損 但今天沒執行 執行啦 你既然設了你就要執行嘛對不對 你既然設定了這個 防守點你就要執行嘛對不對 我還是常常講一句話啊 該停損你不停損 明天再往下跳 啊你砍更低 砍了之後反彈 等於你會更累我跟你講 然後反彈上來 我想說轉強又追回來 追回來他又繼續往下跌 就是 連環8 所以我還是建議啦 真的該走要走啦 就算你看錯沒 砍在阿呆股也沒關係 但是這個 該做的動作一定要做 因為如果你現在習慣凹單 等到真的大行情 往下的大行情來的時候 我跟講你 砍不掉你也跑不掉 因為你越點會更砍不下手 但是當你砍的時候通常有時候是低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凹單強茂的話 你真的下去 可能跌到了60塊70塊你砍的時候記得跟我講一下 我帶會員進場 沒有啦其實我還是看好強茂這個 二極體部分明年的展望 但是短線來說就是有一些問題嘛 這個基本上 我 星期一沒講過嗎 上禮拜一啊 我應該有稍微提過吧 就是 IC設計特別TDDI 然後MOSFI NCU 二極體 這一塊都有被 這些都有被影響到 這個我都有講過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要不然以我的個性 強茂這邊整理得這麼漂亮 亮來說 這邊我一定會 想辦法想要進去佈局的 可是問題是就這些問題 對不對 所以也算是閃了啦 閃過一次停損 那強茂上禮拜 這個型態真的是我很喜歡的 我雙方已經有講了 真的 來 瑞 問說 連電 成本在60 請問停力點設65.4可以嗎 移動停力點是吧 可以啊 這裡很好啊 就大量標準嘛 標準的大量低點 OK 這沒問題 同時買到主流強勢股 你知道為什麼我不想買連電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他漲那麼多天 大概也才 10幾% 10幾% 然後 當然說 市場目標價給很高 可是問題是 這個就很難搞啊 就是有時候漲 萬一他沒有這一根的話 沒有這一根助攻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還要等很久 才會有機會到20%停力 而且萬一 中間又出現什麼下修的話 像2330也是一樣啊 看 漲這麼多 也還不到20% 550漲到638 最低點到最高點 還不到20% 所以為什麼我不喜歡 有時候不喜歡買這種太大隻的就這樣 來 FUFU FUFU 問說 海鎮老師好 想請問海鎮大怎麼看量少的尾盤單 像今天1467南尾拉尾盤收最高 我記得不太看尾盤單這種東西 他不要尾盤給我 突然往下跳 害我隔天要硬著頭皮 想辦法 可能要出場了就好 名氣 也還好啊100張 對啊 跟你講有時候這種量小的股票 就是你有時候突然 尻太多張會造成滑價 造成這個收盤價會短線會有點失真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看戲就好啦 除非 你去把過去所有 這種量小的股票尾盤有出現大單拉台的 後續比如說5天10天的股價表現 你去把它統計回測出來 發現比如說有87.87% 隔天會開高 而且後面會去檔20% 那這種你就可以值得全去拼 就用概率的方式去跟它做 可是如果你沒有做過這些回測統計 我也沒做過啦 那我覺得這種就看看就好 再來是天馬流星拳問說 2486一拳 營收繼續月針年針 它營收出來了嗎 看一下 出來了 月針年針 年針的幅度有點小 不過因為去年機器比較高一點 還可以接受 累計呢 累計維持5成也還可以啦 稍微小掉一點 一拳繼續月針年針 今天尾盤買53.5 哎唷抽盤價 防守50.2 50.2這裡嗎 也可以啊 我覺得手這裡可以 那目前形態是不是比大盤強勢 大家比大盤強到全軍線之上 以目前形態比大盤強勢 有機會再攻擊嗎 有機會再攻擊 當然有啊 營收不錯 然後又連續兩天亮說 明天再說一天搞不好我也受不了 我要想進去 我隨便講講 不要當真 然後 有機會啦 只是他 現在問題是說 他也OK啦 他也是撞進這個反壓區 算是夠強勢 短信大概就這裡有套勞量吧 所以這邊是多少 59.7 看一下撞不撞得夠去 拉麵好吃 問說 屯大想請問動單不安的局面 想 若想暫時安置之金 在金融股中 選股有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一樣是判斷金融面跟消息面 再找低點進場嗎 請問有沒有比較看好的金融股 金融股基本上我沒什麼在研究啦 所以你問我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有沒有特別看好的金融股 基本上 我剛剛有超微妙到你這一題啦 想想還真的沒有 我最理想的大型股就是0050 我最理想的大型股就是0050 好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拍誰啊 海騰老師 請問老師如何看中鋼趨勢 問中鋼來啦 今天這個突破代表表態了嗎 下一個壓力是41.35 建議減碼在哪個點位呢 壓力41.35在哪裡 喔 當然高點不會當作壓力啦 它是一個心理關卡 因為它上面又沒有 又沒有賣壓對不對 怎麼會是壓力呢 它就是一個心理關卡而已 就是下面買的上去過高之後 會想要獲利了結 所以很自然而然會感覺有壓力存在 不過你要 要很廣益的說是壓力也可以 因為有人賣就是壓力嘛對不對 那你說它突破 技術面來說是 技術面來說是 然後你說表態呢 它量也有 所以也算表態 那 至於 41.35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還是要看後續啦 因為鋼鐵有它的問題在 這個 我是上禮拜 有人有在 賴社群講過嘛 我在另外一邊的直播有講過 這個鋼鐵的疑慮的部分 那所以你雖然說中鋼 中鋼今天表現不錯是真的啦 可是你看看其他鋼鐵 就 我們說上游的中鴻好了 中鴻今天也漲了 可是就超級弱勢啊 就看不出整個族群要攻擊的狀況 海光 這個看半年線都跌破了 還有這個威治 這都很弱啊 所以我就 感覺不到整個鋼鐵骨要一起攻 反而比較像單純的拉指數去拉中鋼 這種感覺而已 比較麻煩啦 比較麻煩 再來問張遠 建議解碼在哪個位置 這個你自己射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中鋼就 看39到41.5也不到10% 你 你也沒說你買在哪裡 你買在低點價就20%看機會停利 因為我覺得這種大型股 好我講簡單一點好了啦 這個鋼鐵骨 我覺得接下來死不了 就是因為長線掌握法是偏多 我覺得他死可能死不到哪裡去 我就可能會跌啦 但是不至於說到那種 腰斬啊 大落賽 什麼跌個七八成那種 我覺得不太可能 可是你說他後續要再大展 我覺得 可能也有點難度 但這詳細的狀況我周報沒有寫 這邊就不多講 賣個關子 想知道的可以看一下海騰交易式筆記 這個 對啦大家支持一下啦 要不然我真的要吃土了 肉圓要真還是要雜問說 請問張遠買在 2030 買在38.1 除先席之前 381 買的蠻高的 除洗後尾盤被下殺 是否考慮找盤出場吃損呢 因為你買在除前洗前面 那我會用還原日線圖看一下 他除多少 0.5 那以還原日線圖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之前我有推過啦 防守點是給在 這天 826號低一點 826號低一點 但是說你買在38是有點太高了 那你可以就近 比如說找 35.26 或是這邊的低點 因為既然這些點破的話 大概也都 都破了 都破了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裡當防守 因為其實 張遠我也有買 那如果你有在LINE社群的話 我那時候應該買在36吧 36365這一代 對應該是買在這一天 36365這一代 用正常的線圖 應該是買在這一天啦 就36365這邊 然後呢 好不能感覺到攻擊的 可是這一天呢 那天我有講過 就是我覺得鋼鐵怪怪的 整排的鋼鐵都怪怪的 然後我就覺得 不太對 因為剛好那一天早上 看到鋼鐵的報告 我覺得後續好像 要出現比較強勁的攻擊有困難 所以 我這天37塊 不是這一天啦 喔是這一天 隔天隔天 隔天37塊 我就把它出掉了 我就出掉了 就變成小鑽 一張小鑽 幾百塊而已啦 這就小鑽 至少先保護起來 那 反正提供給你 這個建議 看聽一下 那個不鏽鋼 也有一點點 下游有一點點 就是 狀況不太好 因為像章遠本來他的 訂單人件都是三個月 然後最近也還有兩個月 那是不算差啦 跟以前 從之前的 大概連訂單都是一個月到1.5個月而已 所以現在兩個月也算長 但是已經比之前的三個月 縮短了 這會被我視為所謂的需求 就是有點像缺貨很缺 但是現在沒這麼缺 那之後會不會有工需平衡的問題 這個可能要思考一下 但是長線還是偏多 長線還是偏多 31分了 好 時間就是過了這麼快 那又到時間說拜拜 一樣 喜歡海頓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今天的直播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支持 life 開啟小鈴鐺